花莲县国新幸福家园发展协会在努力年前戏结合了社会爱心人士、关怀中低收入户还有弱势清寒家庭有50户 每户发送了爱心白米等物资 关怀需要被帮助的清寒家庭在寒冬里头送暖又暖心 花莲县国新幸福家园发展协会理事长于慧君表示 今年度第七年举办寒冬送暖发爱心物资 虽然近期许多产业都受到影响 但是这次捐赠爱心物资三星人士 爱心不受疫情的影响 持续捐助生活用品 在救力前夕 关怀需要帮助的弱势清寒家庭 在寒冬里送暖又算爱心 今天是我们花莲县国新幸福家园发展协会 第七年举办寒冬送暖发送物资关怀弱势的活动 非常感谢长期支持我们这个爱心活动的房顶员员长 这一次呢还有我们结合了狮子会 美纹狮子会 以及快乐狮子会的各位师兄师姐一起来做爱心 那这一次呢捐赠的物资呢 还有张初棉女士 以及王长城女士 捐赠了所有的物资 然后来关怀这些弱势的家庭 现场呢我们还有益检 为我们弱势家庭呢 集眷属来免费益检头发 让他们能够快乐一新年 有关键表示这次活动 除了常年知识活动的明星 托因中心黄鼎原员员长贤康丽 汇集很多三星人士捐赠爱心物资之外 以及张秋景女士捐赠生活用品 卫生纸 王长城先生捐赠烟麦片 家会50户的弱势亲含家庭 给温馨的关怀之外 今年度并且结合 花令美人师职会会长 庄志雄率领师兄 捐赠爱心神 业界花令快乐师职会会长 允军化率领专业 法新设置来意见 走入社区免费50户的弱势亲含家庭 易剪头发 欢迎新年 弱势家庭也感恩接受温暖的祝福 记得就关于华彤的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